女性的话通常是在比较性活跃的年纪 或者是在熟龄了以后 更年期以后都很容易发生泌尿道感染 那发生的原因有一点不同 就年轻时候的泌尿道感染 比较是因为女孩子的尿道跟肛门其实离得很近 那我们肛门本身就有很多的大肠感觉 那如果说在性行为中或者是说比较闷热的时候 就局部比较潮湿 那很容易把肛门的细菌带到尿道附近 那尿道又比较短了 所以细菌就很容易跑到尿道里面去 那常出现的泌尿道感染的症状就是 比如说尿尿会痛 或是说一下子就想尿 或是下腹部会痛有这些症状 或是有的严重的也会有血尿 那在比较熟龄的女性朋友 会发生泌尿道感染的原因 通常是因为说我们的荷尔蒙比较减少 所以尿道的黏膜还有膀胱的黏膜都比较变薄 就像皮肤一样 随着年纪它其实黏膜会变薄 那抵抗细菌的能力就会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好 治疗的方式如果说是在急性感染的时候 就会针对我们感染的细菌去吃抗生素 而且要吃到一个足够的时间 让它的细菌都完全被消灭 这样才不容易再复发 那再来就是说可以做一些保养 像是多喝水 每天喝1500到2500cc的水 那尽量不要憋尿超过两个小时以上 也可以吃像蔓越莓定或是甘露糖 这些保养黏膜的健康的食品 那同时如果说是感染比较严重的人 就太常发生感染的状况 那我们就可以用玻尿酸灌注膀胱 就像我们脸有时候会擦乳液 其实膀胱黏膜薄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用玻尿酸去覆盖 那做玻尿酸治疗的方式就是 我们会请患者先把尿液排空 就让膀胱是干净的里面没有水 那再把大概50cc的玻尿酸 在门诊就可以做 从尿道轻轻的灌进去 那灌好玻尿酸以后 我们可以自由的活动 但是在一个小时内尽量不要喝水 让这灌进去的玻尿酸 可以平均分布在膀胱 那对膀胱也有一个保护的效果 因为我们是用比较细软的管子 也会用凝胶 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刺痛 但是感觉不明显 其实泌尿道感染就是多喝水 然后可以吃一点蔓越莓蒂 或是蔓越莓 那假如说吃蔓越莓干的话 每天要吃像喝汤的那个瓢子 就在家里去面谈吃面那种汤匙 可能要至少吃一汤匙 它才有足够的量 它就是可以让大肠感菌的绒毛 比较不容易黏到我们的膀胱壁上 签直性膀胱炎 它是一种就是没有细菌感染的膀胱炎 它发生的原因通常主要分成两类 一类就是它自发性的 无缘无故就有兼直性膀胱炎 那可能是本身的免疫反应 或者是说以前曾经频繁的感染 造成我们膀胱的黏膜变得很薄 所以神经就会曝露在尿液里面 就很容易有痛的感觉 那第二类相对比较少见 就如果有使用一些特殊的药品 像是ketamine 也会对膀胱的黏膜造成破坏 要黏膜变得薄 也比较容易有兼直性膀胱炎的症状 那兼直性膀胱炎的症状 可能会常常觉得下腹痛 就一胀尿就会觉得肚子痛 或者是会因不疼痛 那尿了之后就会比较好 那也会很贫尿 贫尿可能一天会尿十几次 每次都只有尿一两百cc 那晚上会起来两次以上 会有这种膀胱过动的症状 同时又会痛 那检查尿液如果没有检查到细菌 那我们就会去猜测说 可能是有一个兼直性膀胱炎 但确实要诊断 通常是要在麻醉之下 用膀胱镜把这个膀胱罐足够多的水 那让黏膜可以被展开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黏膜是不是特别薄 那容易出血 如果说有这种黏膜薄的情形 就可以诊断成是有兼直性膀胱炎 那治疗上通常就会使用 灌注的玻尿酸 或是一种口服的多糖类的高分子 就让膀胱黏膜能够被覆盖 就可以减少这种贫尿 或者说憋尿痛的症状 所以让我们试试一下 什么时候我看下来 这种肌肉的膜 足够的体肌 就按下来 还有感觉 接触到肌肉 再接触到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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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触到肌肉